您相信风水之说吗 您相信所谓的卡道因吗 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人都说 马总统为什么推动很多政策 推动不了 是因为他卡道因 还说他卡道因的原因是因为总统府有问题 外传说 总统府地底下 埋了很多当时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残骸 而且有委员说 的确 到总统府里面觉得气氛怪怪的 怎么热轰轰的呢 甚至立法院长王金平说 我就建议马总统啊 应该在总统府当中办法会 可是他不要 我们要问 是不是因为总统府的关系 让马总统卡道因 而这件事情到底应该如何来解 还是说总统府地底下 真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网友说马总统真的卡道因 从他跑步 亮相来看 2014年11月 一向迪山路跑终点 突然传出欢呼声 画面正中央 却有一个戴着国旗帽子的人 被两旁的人参扶 仔细一看 不得了了 这不是马总统吗 只见他已经腿软 上气不接下气 虽然勉强对着镜头挥挥手 下一秒却突然向前倒 甚至连站都站不稳 吓得旁边的随护赶紧扶着他 快速离开现场 影片曝光之后 很多人看了超惊讶 难道马总统的健康亮红灯 马总统当时因为起跑症 升不足 终点充滞后一时 腰护欲腿腹无事 很快完全恢复正常 并且步行回家 可能在分辨体力上就会 比较不均勒 那又要强力的来自我要求 恐怕这个最后的这个后段 冲刺这一段 可能就是耗掉了更多的体力 才会造成这种借 担任路跑教练 三十多年的潘瑞根 十多年前就知道 热爱慢跑的马总统 跑步时有最后冲刺的习惯 容易出现虚脱的情形 休息一下就好 不过2015年初就曾经传出 马总统因为这样跑步 跑到休克昏厥 甚至被医生下令 终生禁止跑步 我看样子马总统 真的差一点要跌下去 不过总统府出来讲 是因为没有问题的关系 并不是大家所揣测的 瑞德哥您觉得 这个情形可幸吗 当兵的时候 我们每天早上 早晚各跑一万公尺 我们早晚各跑一万公尺 跑到 而且我们的终点 是一个非常斜的斜坡 我们冲到底的时候 也没有一个人像马龙统 我们跑一万 我们跑三千那时候 没有错 因为我们是特种部队 而且我们是在中横的山上跑 跑山路 我们也没有一个人 像马总统这个样子 可是这个影片 他的这段影片 其实这么清晰 是最近才流出来 去年报导的时候 所流出来的影片 是比较模糊一点的 这个是非常清晰 而且你注意看 因为马英九总统 他的 他非常痛苦 也就是说他在跑的时候 他虽然脸上还带了笑容 对不对 还手还有要跟人家挥 可是如果没有国安随附 扶着他 他就倒地了 他就真的倒在地上了 他真的倒了 而且显然他的体力不支 然后他的身体 有一点要休克的样子 确实 他真的身体不好吗 现在 他是因为他一向喜欢运动 过去骑脚踏车 后来改成游泳 以前跑步 对不对 所以他体力状况 一向是很好的 从以前法务部长 台北市长一直到当总统 其实每年的健康健康 都不错 为什么会在这一次的 所谓十三路跑的 尾端这个地方 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对不对 那就会诸多揣测 当然总统 当时是说他没有要休克 没有要用氧气罩 所以暖身不够 可是你从这个地方看 到底是暖身不够 有一个说法是他睡眠不足 就算你体力很棒 睡眠不足也会这个样子 他失眠是不是 听说这个是等于说 这个新闻界里面 自己本身有在传言说 是不是因为太介意 就是国事鲁麻 然后施政不利 人家攻击他或怎么样 睡不着 别人攻击他睡不着 那也有一个说法是说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包括晚上有时候半夜 会打电话给相关的部会 包括行政院长等等 半夜打电话给别人 可能很多集市要通知 你忘了吗 那时候临时 那时候总统府有一阵子习惯 在11点多发布新闻 有没有 11点多 11点半 包括行政院长去职都是11点多 突袭媒体你知道吗 所以表示他是不是因为这样 你累了吗 心情不好 你累了吗 还是心情不好 因为这样子确实会影响 你不要忘记他是总统 他又 至于说是不是卡到晕 我不知道 他问题是他确实 这几年来的言行举止 确实超过我们 一般正常人的想象之外 正常的人 陆龙绝不会说是 长在陆耳朵里面的毛 你知道吗 正常人都不会这样讲 讲出这样的时候 你自己还不觉得说自己 如果你是在讲冷笑话就算了 而且你是很认真讲的 所以他的很多诸多的作为 都让我们觉得 他怎么会这个样子 刚闭自用一意孤行 事实上讲到这里 我们必须讲到我们特别 台湾所有的公家机关里面 闹鬼跟自杀最高的一个 等于说公家机关就是总统府 总统府有人自杀 没有错 总统府的自杀率是最高的 十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本书 叫做完全不必自杀手册 那去收集了以后才发现 赫然发现在总统府里面 自杀的人是有史以来 我们全中华民国公共机关里面 最多的 我们大家都不太愿意 封锁这个消息是不是 因为事实上 就算箭报有一点点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有包括 这个公有想不开 然后公有司机 就直接在总统府里面跳楼的 然后直接沉思在里面 那当然因为他的地点是特殊的 所以很快就赶快处理掉 甚至于赶快把他现场移除 然后把他赶快救护车 把他云莉已经死亡了 照理想不能移动尸体 赶快把他移到医院去 然后还有包括阿兵哥 宪兵直接开枪自权的 你知道吗 开枪自杀的还不止一起 好几起你知道吗 所以喊不当当 这个都还是在这个 等于说中华民国时代的 如果在日本时代 那更不得了了 总统府这个地方 很特殊的原因 因为他本来是 在1860年的时候 是城市大宗池 那为了纪念他们三个祖先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厦来这个地方 成立了这个城市大宗池 那后来他们要在总督府 日本总督府 所以派军机在 大台北的上空上看 结果下雨天看的时候发现 只有这块地是很多青蛙 会聚集在这个地方的 什么意思 他不会淹水 所以很多的青蛙都聚集在这个地方 所以要找一个不会淹水的地方 所以后来就向中这个地方 那么就强制用征收的方式 跟城市大宗池 用以地换地的方式 那城市大宗池后来就搬到 现在大地铁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大道城 有一个城市大宗池 就是这样来的 也移过去的 那总统府这个地方 后来就是因为 有这么多的一个变异就对了 在盖的时候 要开始盖总督府的时候 挖挖挖挖 因为要把一个相关的 宗池里面有坟墓 其中有一个现在还保留在 总统府的地下室 真的还有 对 还有一个 为什么没有挖到你知道吗 因为每次日本的工程师 跟日本的工人 挖这个坟墓要动到的时候 就非死即伤 连续三次非死即伤 出了好多人命 所以后来他们就决意 把这个坟墓保留着 绕道而行 所以这个坟墓 现在还保留在我们 我们全世界的总统府 下面有一个坟墓的罕见 是啊 没人敢动他 就一直保留在那个地方 然后后来就连续 再加上说 这个二战大战末期的时候 美军空袭 空袭了以后 相关的照片我都有收集 本个总统府被炸得一塌糊涂 你知道死了蛮多人 包括那时候在里面的文职的 这个办公人员跟他们的家属 然后后来在日本投降的时候 一堆日本的军官在里面切副自杀 所以到现在有很多去这个 等于说总统府去参观的人 偶尔都还会看到 这个所谓的很多穿日本衣服的人 地底下有坟墓 还有很多人自杀 对 没有错 在那个地底下地下室 有很多的来宾 那个贵宾会看到 然后总统府不是有个碉楼吗 那个碉楼 那个碉楼其实本来是设计六层楼而已 后来加高到十一层楼 尤其是很多地方 总统府五楼的地方 很多人是不愿意上去的 在里面上班人不愿意上去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很多的传说 有一些有包括总统府的军职人员 国安军职人员 他亲眼看到有穿和服的人 在他加班到晚上的时候 亲眼看到有和服穿和服的人 用这个日本话 这样子在喊你知道吗 然后仔细看就过去了这样子 然后还有这个等于说 相关的包括宪兵 都可以看到特定的一个碉楼 特定的碉楼的窗户旁边 都会作为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孩子 这么复杂 还有他的电梯旁边 甚至于有宪兵有经过电梯的时候 全台湾第一个这个所谓的电梯小姐 就出现在总统府 为什么呢 因为竟然有穿着日本和服的小姐 对不对 跟宪兵鞠躬就在电梯旁边 天啊 所以他们昵称为 全中华民国史上第一位电梯小姐 就是日本鬼魂 其实不只总统府 包括台北宾馆 跟附近的相关的司法大厦都有 都会在相关的这个 等于说玻璃哪里 看到穿着和服的日本妇人 就是往总统府看 会看到这样的影像 都可以看得到 然后这几个大陆 这几个机构也都有 都有人这样看过 然后后来是 因为包括我们光复了以后 进驻就把总督府改成总统府 后来也发生 连续发生有一些 刚刚说过 工友 司机 跳楼自杀 然后宪兵不是自己轟吗 最有名的就是在里面 一个等于说一个转角的地方 轟掉自己脑袋的宪兵 为什么呢 因为后来有些学弟 竟然还会看到他 而且还要跟他敬礼 你跟他敬礼就没事 你知道吗 如果你害怕还是兼家 还是干什么的话 你可能自己就会生病 就会有什么事情 当然有些人八字重看不到 但是有些人 确实会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才会有 相关的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 直接跟行政院长 当时行政院长这样一话 曾经跟他建议说 要普渡一下 对 王金平也这样讲 他跟他普渡一下 王金平立法院都有普渡 公司机关到家都普渡 连警察局都每年都有普渡 那你为什么普渡一下 所以还是不普渡 他说其实曾经在马鞭九第一任总统的时候 就跟他建议了 马鞭九那时候有做笔记 不过因为我们的总统很喜欢做笔记 做归做 但笔记做了以后到底要不要做没人知道 你知道吗 结果马鞭九听说跟这位立法委员说 如果我在总统府里面普渡拜拜的话 会上国际媒体 问题是你不上国际媒体的原因 大家心不平 你知道吗 心不静 然后怕一旦有个风吹草动 看到什么东西 所以现在可以解释了吧 为什么马鞭九总统说 他在总统屋里面不开冷气 因为根据很多的立法委员 包括是女生 说进到总统屋里面去了以后 很热是 阴风残残 尤其是女性的立法委员进去以后 要到女厕所去 都不敢一个人去上厕所 一定要敷棚引半 才敢去上女性的厕所 所以你就知道 总统屋里面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传说 好